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生命与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救主 我们一切所有与奴仆所有的没有两样都是属于我们的主人 主基督也借此比喻教导这个真理 仆人照主人所吩咐地去做 整天在田里做工服饰 傍晚回来之后难道主人还谢谢他吗 也许仆人尽职地认真努力做到了领主人赞赏的地步 但他所做的并未超出奴仆本分的范围 因为他的生命和他的一切能力都是来自于主人与属于主人 我们是唯独因信基督称义 毫无因行为称义的可能 两种极为有害的思想必须从我们的内心根除 我们绝不可以靠行为来称义 也不可以行为夸口 圣经教导我们 人所有的义在神面前都是污秽的 除非这些行为被基督的宝血洁净 因此 圣经常常劝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善行 我们的行为只配得到神公义的刑法 除非我们蒙神怜悯得赦罪 我们只能在审判的主面前寻求怜悯 就如大魏的认罪告白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 约伯说 我若行恶便有了祸 我若唯义也不敢抬头 他所强调表明的是神的至高公义 连天使也无法比拟 他承认自己是卑微的受造物 即使有义也不敢在神面前抬头 任何必死的世人 在神的审判台前都当闭口不言 约伯甘愿服在神公义审判之下 也表示自己一切的义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 当我们不再倚靠自己的行为时 我们一切的自夸也必消失无踪 既然人在神面前恐惧战惊 那么人的行为怎能使人称义呢 因此我们勿要注意以赛亚所说的 以色列的后义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我们被称为义术是耶和华所栽的 叫他得荣耀 当人不再相信自己在任何方面有义行 也拒绝以自己的行为夸口时 人的心才得以洁净 凡是以自己的行为夸耀的 都是自高自大的愚昧人 以虚假自欺 因他们总是妄想 得救是根据自己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